Hello 大家好 這一輯介紹英國的電器店 英國的電器店內有什麼購買和價錢 帶大家繞圈 記得買之前可以看完 然後在網上用TOKETCHBACK拿回贈 現在我們進去店裡看看有什麼購買 這間店其實也有手提電話購買 這裡有iPhone、Samsung 還有其他品牌 價錢應該比香港要貴 所以很多人都說 要買一兩部手提電話當時啤 或者是兩張卡 一個電話是回香港的電話 另一個就是用英國的電話號碼去使用 會方便一點 但是款式方面 不算特別多的款式 如果是方便一點 其實買了過來英國會比較好一點 這裏有很多不同的品牌和型號去選擇 價錢都是四十多磅以上 因為未來之前 我看到很多人都討論 究竟需要不需要帶一些印刷過來的 其實真的不需要 印刷有大塊有重 來到這裏買 現貨也有 或者是預先在網上訂購 訂購後 就送去自己的家 或者Airbnb都可以 這裏很齊備 甚至是雷射印刷都會有 那些墨水 或者是相紙 紙張 那些 其實全部都可以買的了 所以真的不需要大力 但是我們都會密切 買哪一部的印刷 是方便一點 不過呢 亦都是網上有人說 如果沒有買Pinter 都可以去附近的圖書館 那圖書館那裏 都可以列印得到 大概是二十P一張 但是呢 確實的價錢 我們就未最清楚 因為呢 我們都未去圖書館 去使用這個局的服務 那麼另一邊呢 就會見到很多電腦 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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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背圈 隻本有很多電腦 那邊也不到的是買對啊 究竟是便宜还是贵 因为我们在香港也带了两部电脑 一部新一部旧 都买过来会好一点 我想价钱应该是相对偏贵一点 还有一些打机的产品 亦都可以参考一下 究竟哪里会便宜一点 所以它也会有这一类型的产品去买 又有一些耳桶 看到耳桶也有很多的品牌和种类 看到也有游戏机 Switch 这个是56.99磅 还有其他的游戏机 配件 甚至是有些游戏都可以买到 还有很多电视机 又有很多不同的品牌 普遍它这里都是50寸或以上 就比较普及一点 还有一些iPad 还有其他的电子产品 都可以买的 还有些电脑都可以选择 英国很多时候 家里都是铺地毯 他们都会比较普及 要买一部洗地毯的机 还有吸塵机 因为法国 他们不会像香港那样 在外国很多人都喜欢喝咖啡 有些都在做特价 这里也会有很多的咖啡粉 咖啡豆 可以让你买咖啡机 就同时去选购 这里有Starbus的品牌 一包都是3磅5的咖啡豆 也有很多不同的型号去选购 20多磅起都会有一部咖啡机 有些会去到200多磅 300多磅都有一部 都有平平贵贵的选择 都有很多款 清洁的地方 也有Dyson Dyson 也有很多不同的型号去选购 也有很多不同的型号去选购 Dyson 也有很多不同的型号去选购 其实在香港也很有名 来到英国 一定比香港购买便宜 我们都到处去看一看 我们都会看看 究竟我们会是 买哪一部的 机 还是吸层 还是 会买洗地煎的机 之后呢 我们走到小家电的位置 有很多的多小绿 还有电热水煲 这里的电热水煲 不同颜色 七彩繽紛 色水也很漂亮 有很多时候 都会配合一套 放在厨房里 用 其实有很多人都说 会带小家电过来这里 我觉得 如果带到杭烧的铁板烧 就最好了 气炸锅 这里也有得买 压力锅 这里也有得买 网上有些会再比这个更便宜 还有打边炉的锅 这里是会有 反而杭烧 它就不太觉有 或是少一些款 还有炸汁机 大弹器 那些 这里就价钱 接受的 都不是贵的 反而呢 我们兜了一圈 都发觉 都是网上所说 是没有什么 电饭煲的选择 最多都可能有一两个 如果你在香港 买得到你心仪的电饭煲 寧願手持过来 就会好些 因为有些不懂的香港人 他说 寄了船运过来 但是呢 最后呢 他也要买其他的煲 去煲饭 这里有很多的 爐头的选择 它连烤炉一次过去买 都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冰箱 对啊 亦都有很多 他们外国多数都会 放些大粒 买些食物 所以都需要一个大的冰箱 还有些洗衣机 红衣机 红衣机 这里也有很多不同的牌子和型号 去选择 那间店的环境就是这样的了 有些相机 其实是怎样才有回赠呢 有一个Tot Cashback 我们在上面一辑 也有关于Tot Cashback 大家可以看看 其实也是很简单的 首先呢 在Tot Cashback的网站 登记了账户 如果你登记首次 都可以用我的referro link 大家都会有额外的奖赏 登记完之后 首先呢 就入Tot Cashback的网站 去搜寻Coury这间店铺 之后呢 它会转介你去到Coury的网站 online shopping 之后呢 可以看看它有多少个 回赠 然后呢 付款 选择送货 或者是导点取 回赠呢 就会在信用卡里面回赠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就like和subscribe我们 如果有问题 可以在留言里留言给我们 我们会回回你的了 多谢支持 拜拜